我們看這題目 首先我們看第一題 平面1 方程式為2x-y加3z等於6 1 2 方程式為4x加5y加kz等於2 若1 1與1 2 互相垂直 求k就直 平面1 1 方程式是2x-y加3z等於6 所以它的法向量我們假設是N1向量 那麼這是2-1 3 那麼平面1 2 方程式為4x加5y加kz等於2 所以呢它的法向量我們假設是N2向量 那麼這是4 5 k 那麼這時候因為 所以這1 1與1 2 是互相垂直 所以這N1向量與N2向量內積要為0 所以呢由這裡兩向量內積 這是x分量相乘加y分量相乘加z分量相乘 所以我們會得到這是2乘以4這是8 那加上-1乘以5這是-5 那麼再加上3乘以5就是3k 那麼這要等於0 所以呢由這裡我們就算出8-5這是3 3加3k等於0 那麼k就是等於-1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二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二題 平面1 1 方程式為 α-3乘以x加2y加α-1乘以z等於7 平面1 2 方程式為 2x加αy加6z等於11 若1 1與1 2互相平行 求α之指 那麼在這裡我們說因為這11與12互相平行 所以呢 方程式這係數比會相等 也就是α-3比2 這會等於這是2比α 然後這會等於這是α-1比6 那麼我們利用2分之α-3是等於6分之α-1 來求α 那我們再寫一次這是2分之α-3 這等於這是6分之α-1 那等號兩邊我們先這裡通除以2 那這是1這是3 所以腳踏相乘我們會得到 這是3乘以α-3 然後等於 這是1乘以α-1 這是α-1 所以呢由這裡乘開來 這是3α-9 這等於α-1 所以α一向過來9一向過去 那我們會得到3α-α 這是2α 這等於一向過去呢 9-1這是8 所以呢我們算出 這α是等於4 這個答案